在我国古代描述一个男子高大威猛,大多会用七尺男儿来形容,其实在不同的朝代对于七尺的界定也有所不同,在东汉时期七尺差不多是一米六五,但在唐朝却有两米还多,不过绝大多数时期七尺的高度差不多都在一米七左右,这放到现在对一个男子来说一米七并不算高,但是对于古代日本人来说,七尺绝对算得上是非常高大的身形了。 我们都知道古代日本人的身高并不算高,但一组随百年前的日本武士照片的曝光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大家并不是对照片中武士的着装打扮有所惊奇,而是对武士的身高有些不忍直视,人们似乎也没有想到,古代日本人要比大家想象中的还矮小很多,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古代日本人身高普遍低下的呢? 然而,为什么中国人民会称呼日本人为窝奴呢? 这个称谓中的奴自然代表了他们整体的水平相对较低,面对中国,他们显得有些力不从心,但窝这个字却蕴含着更多的意味,这个字本身就意味着矮人,而它还带有一丝讽刺的味道。 或许现代的人们很难想象,古代的日本人究竟有多么矮小,一组珍贵的百年前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,引起了广泛的震惊。 在这些照片中,日本武士们虽然目光坚定,手握利刃,但他们的身高却令人咋舌,平均身高或许只有一米六左右。 这个事实与我们对武士的想象相距甚远,在古老的日本,如今被称为假山之王的战神武田信玄,以及备受尊崇的大将军知田信长。 这两位伟大的武士,虽然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传奇,却有一个共同之处,他们的身高。 信玄仅有着153厘米的身高,而信长也只有169厘米,这两位豪杰的身材,几乎如同镜子一般,映照出了整个日本的平均身高水平。 然而,这并不是简单的统计数字,对于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来说,身高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特征,而成为了一种象征,一种文化的反应。 被称为矮人的标签,不仅触动了他们的身体,更触及了他们的骨子里的自尊心,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,日本人曾长期被世界上其他国家戏弄和嘲笑,被视为矮人的污名。 成为了一道深刻的伤痕,刻在他们的心灵深处,每一次被嘲笑,每一次被小觑,都燃起了他们内心的火焰,驱使他们努力成为更强大的人。 不仅是身体上,更是精神上,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,一个需要日本人超越自己的时代,信玄和信长,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。 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,不仅战胜了身高的局限,更战胜了外界的轻视和嘲笑,最终成为了传奇中的传奇,为日本的荣耀写下了辉煌的一章。 断历史,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记忆。 更是一个民族的自豪,他们不再被称作矮人,而是被赋予了更崇高的称号。 勇士,这是一个故事,一个鼓舞人心的传说,一个关于奋斗和不屈不挠的故事,为后人传颂不衰。 另外,这段历史,如同一幅画卷,记录着日本人从身材矮小到渐渐长高的转变,它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,也是日本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,提醒着他们永不停歇的追求和不断进步的信念。 日本,这个飘零在东亚大地上的岛国,隐藏了一个古老的谜团,一个关于身材的秘密。 与中国相邻,地理位置近似,但为何日本人的身材离谱的矮小呢?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,日本号称假山之王的战神武田信玄,身高只有153厘米,之后号称百年不适出的大将军之田信长,也仅仅只有169cm,这样的身高标准,比起咱们中国的大将军来说,那可真是矮得不行。 这几位武士的身高水平,几乎代表了整个日本的平均身高标准,所以近代以来,日本人最厌恶别人,对他们的评价就是矮,因为他们真的曾经矮到被全世界嘲笑,日本也被称为是岛国。 大多是火山和丘陵地形,极其不适于农田耕种,生产力低下,当然也就不适合养殖家禽等,这样就导致了他们自身的粮食产量并不丰富,再加上岛国四面环海,结合当时的捕鱼技术,最多也就只能在海边较浅的位置,捕捉一些简单的海产品,矮小的原因,由于这个地理因素,导致进出窝国十分不便利。 要想在古代频繁的进出口粮食,不光耗食很久,成本也很大,进口回来后的食物大多都价格昂贵,更是寻常百姓吃不起的。 这样来看,古代日本寻常百姓的生活条件并不好。 营养不良,发育迟缓,日本处于温带地区,整个国家的气候状况并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,也就是说日本的农业发展整体是比较落后的, 农业这个层面就包括了种植业和畜牧业,日本既没有办法种植出丰收的粮食,也没有办法养出肥沃的牛羊,而且日本的国土面积非常狭小,且大部分都靠近海洋,所以适合用来耕种的土地更是少之又少。 没有地,没有天气条件,甚至没有人去劳动,整个国家的粮食供应链根本就跟不上国家的贵族还好一点,最起码能得到一点吃的。 普通百姓几乎是没有办法吃到饱饭的,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,也造成了日本人发育的严重吃缓,而且贵族为了保证整个国家平均的粮食供应,还对日本人民做出了限制吃肉的规定, 没有肉吃就没有蛋白质补充,没有蛋白质补充怎么可能长高呢?但是这种情况在近代以来终于得到了缓解。 众所周知,日本的一场明智维新,直接把他们从一个落后的国家拉到了亚洲强国的地位。 在这场变法运动当中,日本直接向西方发达的国家学习,也了解了人体所需的更多营养结构。 更何况,日本经济发展上来了,自然就不缺东西吃了,所以慢慢的,日本人骨子里的基因也逐渐改善,在营养充足,而且精力充沛的情况下,日本武士还擅长通过军刀的使用来锻炼身体,所以他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也在逐渐提高。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,在1931年开始侵略中国的日本士兵当中,癌子几乎就很少了,胃安制度,一流基因。 其实日本之所以在近现代得到了身高基因的改善,除了营养充足之外,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日本的胃安妇制度。 当然,这里所说的这个胃安妇,不是说日本军人把其他国家的妇女当成胃安妇。 而是美国大兵把日本的妇女当成胃安妇,西方的身高基因本就是高大的。 这些美国大兵在和日本的妇女发生关系的同时,也会把这种基因带到日本,因为在当时的避孕措施肯定是不完善的。 根据记载,美国大兵撤离的时候,在日本遗留下来了数以万计的私生子,这一批人的身高基因中就带着欧美人的基因。 所以,在综合各种因素的作用之下,日本人的身高也逐渐得到了改善,至少不会再被世界嘲笑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日本政府从1889年开始就专门为孩子的身高设立了给食制度。 他们为上学的孩子每天提供额外的面包、可乐饼干、蔬菜汤、鸡蛋、牛奶等食物。 尽管那个时代,日本也不富裕且条件有限,但也对增长孩子们的身高起到了显著的效果。 然而,这些措施并没有让日本人在短时间内变得高大。 实际上,日本人身高的提升是在近现代才出现的。 一部分原因在于营养水平的提高,但还有一个更加特殊的原因。 未安妇制度,在二战期间,日本占领了很多国家,也对很多国家进行了侵略。 这些行为在战后被广泛谴责,其中之一就是日军在占领地区实施的未安妇制度。 这个制度让许多女性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屈辱,但在某种程度上,它也为日本人的身高带来了帮助。 未安妇制度让许多美国士兵来到了日本,他们不仅带来了新的文化和习俗,也带来了高大的身材基因。 在这个过程中,日本妇女和美国士兵之间产生了许多私生子,这些孩子中的一部分带有高大身材的基因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战后的几十年里,日本人的身高得到了显著提升。 当然,这并不是说未安妇制度是好的或者值得赞扬的,它给许多女性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。 但在这个悲惨的历史时期,也有一些意外的,积极的结果,这也许是历史中值得思考和探讨的。 日本政府为了提高国民身高,采取了多种措施,他们发起了一项一杯牛奶,强壮一个民族的运动,以增加国民的营养摄入。 同时,他们也引入了西方的饮食,改变了传统的日本饮食结构。 此外,他们还采取了大胆的措施,将本国女性嫁给外国人,以其通过基因改变,提高国民身高,经过不懈的努力。 日本国民的平均身高已经显著提高,告别了过去矮小的形象。 国民的平均身高,告别了过去短小的地方。 国民的平均身高,告别了。 国民的平均身高,告别了。 中国人的平均身高,告别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